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踏上巨人的肩膀 让我看得更远 看得更广 让苏变得更有层次 有时看到美丽的风景 也会跟大家一样在那边发呆 享受一下当下的那美好 我身在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 自一 台湾 身为台湾的子民们 我深感骄傲 我相信你也是 你为什么爬山 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 苏姐身心压力 常见体力 挑战自己 也有人跟我说 林北就是要退退 很多山友说 其实台湾的山不属于国外 因为台湾的天气与地形的变化 常常遇上了台风或地震 导致于台湾的山 每年都在改变 导致在台湾登山 困难度相对会提高 不只如此 山的样貌 也一直在改变 变得更多垃圾 再变得更多垃圾 很开心 剑行笔记举办了万人进山活动 第一场举办时 只有仅仅的少数十个人 剑行笔记的小编 也牺牲自己的假日 陪大家一起进山 我们现在在要往向山的登山口 可是呢 我们剑行笔记的小编 他觉得他太帅了 怕大家会认出来 所以他好了吗 装饰好了 你的眼镜起雾了 眼镜起雾了吗 你就知道我们的剑山是多么 很辛苦 就是汗水 不是雾 汗水加泪水 教育体育署 我们有个全国登山日的活动 然后呢 我们规划了五个网路活动 其中一个呢 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万人进山大作战 这次呢 就跟你讲戒心笔记 小编不嘴炮 不要以为我们只会叫网友上山剪垃圾 我们也是会上山剪垃圾 不然看你们好像都是在网路上 就会打字 趕快上去进山 讲得很轻松 这种人是不是讨人一眼 我们不做这种的 我就直接带着一批网友上山 后面就是我们今天厉害的 一票 一票俊男美女 嗨 市售山连走 我们今天市售山 算走市售山 我们就不知道这一趟市售山连走 我们到底会剪下多少垃圾 我们的那个戒心笔记是 希望可以在这三个月内 就从八月初到十月底 是可以剪一万个垃圾 对一万个垃圾 现在已经有减少综合 是非常的缓慢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出来进山 然后一起把这个任务给完成 可以剪得到吗 我拉住你 我拉住你 你可以出去吗 我拉住你 我拉住你 有时候垃圾 不是说溅的就可以剪得到耶 快点 靠你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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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饰 掩饰 来了来了 肚子要帮你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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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是吗 我听到撕裂声 真的撕裂声 真的撕裂声 你一个 你一个 我们的领队 我们特派员的领队 他就一直说 诶 这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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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员的目的是告诉小编说 诶 这边有垃圾 然后都是小编在剪 超热的 有耶 诶 其实 其实蛮多垃圾的 我觉得 真的蛮多垃圾 走不到 在步道上没有 可是有些人会把 垃圾往旁边的 山沟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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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厉害 然后呢 我们看到有一位 其实也是我们 健行笔记的网友 哪里 然后他从早上五点的时候 在那边等我们 早上五点 等三个小时是吗 对 等三个小时 谁谁谁哪一位 他提出的不耐烦 我要跟他鞠躬一下 你是不是有看到 健行笔记 万人镜上这样的大活动 有喔 一定有 真的多一点好不好 哈哈哈 自己脸大 为什么要怪我呢 没办法就脸大 抱歉 抱歉 我看一下这袋垃圾 这袋垃圾按照他的 那个熟视程度 绝对是自己吃的 因为还没有变色 绝对是他自己吃的 所以他接下来会剪很多 马赛克效果不是很好 诶 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到十月底 好不好 每个礼拜六日都可以过来 好 确定是每个礼拜六日吗 每天可以吗 每天都可以啦 但是因为平常要上班嘛 所以可能不一定有时间 但是六日一定要出来这边 任何一条北中南都有 全台湾都有 他们健行笔记推荐的路线 然后这边有路线资料库 在下方在下方在下方 在第二场健行活动时 从活动当中发现有一群人 他们跟我们一样 非常热爱的登山健行 但是他们却是上山捡我们过去 为了方便 还随地大小便的小白花 烟蒂 塑胶带 与保利笼等等 我们与家人朋友开心上山 但是我们却为了因为方便 遗留了很多的垃圾在山中 而这些垃圾一直遗留在山中 而无法被分解 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 过去窝玉大家也是一样如此 山给我们这么多的益处 带给我们那么多健康 但是我们却给他一个肮脏的环境 不想要在自己的家园看到 不属于他的东西 那也是因为我参加小脚鸭 登山安全训练营之后 我才有那个能力去爬 中极山高山 就看到更多的 看到更多富人人士 就是可能 埋在土里面很久 没有办法有人去清理的地方 现在其实 非常知道需要剪座这件事情 对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要怎么做 你除了自身兼早 使用一次性的四指金 或塑料类制品 垃圾带这些以外 你还能做什么 把这些 就是垃圾如果你 抛漆在山上 它随着天气雨水冲刷下来 它就会冲刷到 河流里 西河里 西河再冲到大海里 最后就是 受害的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自己 我们通常比较困难 困难就是我们很虚 我们需要很多 对这个 保育山林环境 或保育地球的 有热心的疫情 加入我们的行列 是 台北市的 嬌山步道其实是算干净 在那里还算是 对所以其实 大部分的垃圾是在边坡那种 大家没办法看到 不是高山就是可能 走坡 因为大家的垃圾 绝对不会丢在你面前 它会是往旁边丢 往旁边丢 像我们刚刚 看不到也撿不到 安全第一 对我们还是以安全第一 所以就是会希望有这些 能力的高手 可以来偶尔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垃圾瀑布 走坡需要整理的时候 可以来支援我们 甚至希望说 环保署的长官们可以 一起来跟我们正视说 山里面的这些 恶意倾倒的问题 就是说捡垃圾其实 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 就是让你去 每个人去省姿 就是 自己其实 如果一开始就 在源头就不要做这些 不要使用这些一次性的垃圾 那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垃圾 出现 痕灾 有伙伴来参加我们爬山 就是进山活动 他很讶异说山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垃圾 对 然后他就开始检查 他自己指说 因为他是到了山上 他才知道说 原来这些垃圾 永远都不会腐化 然后开始检查他自己说 那他就是少 应该少用垃圾 少用好特别 多用自己自备的一些 可以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的东西 对 然后也有一些人来参加 听餐之后觉得说 哇 我花了三个小时在那边剪垃圾 结果永远剪不完 永远剪不完 那我到了餐校 我当然不可以 万丢垃圾 我只能给你 我这次设计 对 我个人 为了 嗯 再订阅 我 不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那假設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大力的給他分享出去 號召更多的人一起來晉山 非常謝謝今天的愛約晉山 以及劍行筆記的各個網友們 以及山友們 來參加這次的晉山活動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